我们一同去读圣经 就是马太福音六章二十四节至三十四节 在我们的幕上这些字比较小一点 不过应该读得到的 所以我们继续用心一起读出这段经文 读的时候尽量想多一点 将它记在心里面 我们由二十四节一起开始读出 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 不是护者个爱那个 就是众者个兄那个 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 所以我告诉你们 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 恶什么 为身体忧虑穿什么 生命不胜于饮食吗 身体不胜于衣裳吗 你们看那天上的非鸟 也不重也不收 也不积蓄在仓里 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们 你们不比非鸟贵重得多吗 你们那一个能用私泪 只受数多加一刻呢 何必为衣裳忧虑呢 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 它也不奴苦也不光线 然而我告诉你们 就是所浪门极荣美的时候 它所穿戴的 你们这小信的人 你们这小信的人 是什么 学什么 尊什么 这都是爱帮人所求的 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 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 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 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 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 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 一天的难处 一天当得救你 最近除了网上崇拜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参加一些网上的讲座 这些讲座呢 包括政治 文化 信仰 圣经等等 不知道你们觉得是不是十分丰富 在今天的下午呢 我们就一起吃得简单些 我们是读圣经 和聆听神的话语 我们一起敬拜 一起灵修 所以今天的下午呢 我们是吃白粥 清肠胃 或者可以说是家庭小菜 清茶淡饭 一家人吃 是低头祷告 亲爱主 多谢你给我们今天能够见面 能够一同的去敬拜你 能够一同的祷告 如今我们要听你的话语 求你给我们众弟兄姊妹们 能够听得见就相信 我们一同仰望你 我们的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名字求 阿们 你是否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 这个问题在今年的年初我问大家的 其实是耶稣基督问你们的问题来的 耶稣基督的意思就是说 你们要全心全意的向着我 所以他说 神说 除了我以外 你不可有别的身 神 所以我们就要不要分心 不要让一些事情 是拦阻我们对神的专心 我们对神的爱 其中一样就是贪心 贪心的人 主耶稣基督曾经在五章十九节至二十四节 是上一次和你们分享的经文 已经给了我们忠告 耶稣基督去说 不需要为自己 即盛财宝在地上 地上有虫子咬能受害 也有财 或忽隆来偷 只要即盛财宝在天上 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受害 也没有财 或忽隆来偷 因为你的财宝在那里 你的心也在那里 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 不是护这个爱那个 就是众这个轻那个 你们不能又侍奉神 又侍奉曼门 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最后的一句 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 不是护这个爱那个 就是众这个轻那个 你们不能又侍奉神 又侍奉曼门 当然了 今天你和我 都有很多的主人 耶稣基督说 你们只能够选一位 不是护这个的护 和爱那个的爱 是当时的闪族的成语 就是说 选择 选择 或者不选择 你们选择 而你们只能选择 侍奉神 或者侍奉 马门 马门其实是指很多东西 包括财富 财富是否不好 其实财富是神给的 财富本身是忠性 不是邪恶的 所以圣经说 财富可以拿来 是为着神的缘故去行善 所以很多时候财富的问题是什么呢 财富的问题 因为财富是被绝对化 成为了个人的偶像 因为这样的缘故 就阻止我们 对神的敬拜 影响我们和神的关系 除此之外 就是说 我们是爱财富 爱到真是偶像的地步 我们是不愿意和周围的人去分享 因为这样的缘故 我们没有去爱轮舍 总而言之 其实就不是说财富是问题 而是财富的拥有成为了偶像 那个就是问题 所以耶稣基督就转向问题的根部 耶稣基督在今早帮助我们 一同去思想的 就是马达福音六章25至34节 就讲到财富的问题的根部是什么呢 就是忧虑 马达福音六章25至34节 有三个段落 每一个段落 每一个单元的开始 都是讲到说 不要忧虑 第一个单元就是25至30节 首先就是一个劝告 劝告就是说不要忧虑 不要为生命忧虑是什么 学什么 为身体忧虑穿什么 在这里就讲到忧虑是什么呢 忧虑就是使得你失眠 忧虑就是常常的惶恐 甚至惶恐到你是瘫痪了 不要忧虑 不要忧虑 其实有四个原因 所以接着经文就说 第一个原因 生命不胜于饮食吗 身体不胜于衣裳吗 其实马达福音四章四字 给了一个坚定的答案 就是说 人活着 不是单靠食物 第二个原因不忧虑就是说 你们看天上的飞鸟 也不种也不收 也不积蓄在仓里 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 所以说 你们不是比飞鸟贵重得多吗 在约伯记有这么说的 他说 乌丫之错 因无食物 飞来飞去 哀求神 他们哀求神给食物 所以鸟儿不是懒惰的 鸟儿不忧虑 因为他们有神的供应 第三个原因不忧虑就是说 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 使寿命多加一刻呢 意思是说忧虑是没用的 你忧那么多是什么 忧之后不会成就什么的事情 更差的情况就是说 你去忧虑吧 你忧虑的话你就会更加短命 第四个原因就是说 你这小信的人啊 野地里的草金天还在 明天都会丢在牢里面 神还给他这么漂亮的装饰 何况你们呢 耶稣基督第一次就是说他们小信 第一次小信在圣经那里 在福音书就在那里出现 你这帮人是小信的 因为你们一味忧虑 你们看不见神的帮助 第一个单元 完了 希望我们回去记一记去 第二个单元就是 三十一节到三十三节 又开始二位重复一个的劝告就是 不要忧虑 为什么呢 第一个原因就是说 这些是爱帮人所求的 第二个原因就是说 你们需要这些东西一切 就是天父已经知道了 爱帮人忧虑什么呢 因为他们不知道神是慈爱的 他们很担心将来 他认为将来是在命运的巨轮底下 是要转的 没有人能够知道这个命运是怎么样 所以他们忧虑 他们为每天的基本需要忧虑 所以他们求告不同的神明 接着就在这里出现了命令 三个单元在这里 是特别地出现了命令的 前面的单元就是说 有四个原因你们不要忧虑 但是第二个单元就是说 讲完原因 一讲命令 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 这个是一个正面的命令 其实神的国和神的义 都是差不多指同样的东西 神的国在耶稣基督的宣讲和事奉 神迹那里已经彰显出来 所以意思就是说 假如人是先求神的国 这样的话 人的生命的优先次序 就已经定下来了 就是神为先 不是食为先 是食为此 意思就是说 先做神的事情 对神为主 主专心在神 神就会供应 应许就是这样说的 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 在旧约当中 就是当先知耶利米 和以色列人这样说 就是说 你们为什么不努力一点 去读神的律法书 以色列人就回答 就是说 假如我们这么多人 很忙去读神的律法书的时候 我们怎么搵石 我们怎么维生 接着耶利米就将一个 盛满了玛拿的津 就带给他们 向他们说 你们假如是寻求神的话 你们看见你们的祖先 他们是很忙 忙在神的话语上面 假如你们是忙在神的话语上面 神会供应你们的 耶稣基督的意思就是说 当门徒的生命 幼先次就是摆好了 就是说 首先 在面前的 就是寻求神的国 和神的义 这样的话 供应就在后面出现了 供应就在厨房会出现了 不用忧虑 第三个单元 一开始 都是说 不要为明天忧虑 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就是说 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 很多忧虑的 不知道明天有什么事 忧什么呢 第二个原因就是说 一天的难处 一天当 都够了 好了 我们已经摆完这段经文了 我希望你回去背后 真的好 我想在这里说 其实这段经文 提及很多次忧虑 说不要忧虑 我想告诉大家 不要忧虑 不是一个简单的命令 意思不是说 现在你们遵守命令的话 你们又不要忧虑了 你们是遵守 不要忧虑的命令 不是 因为人 不会遵守一个命令 而不忧虑的 如果是命令的话 我们命令去不忧虑的话 我们真的很害怕的 因为我们很害怕 我们会忧虑 因为我们忧虑 我们会忧虑 那我忧虑 不行 没有半条命 是吧 你要忧虑 我们会忧虑 是吧 所以 其实要处理人的忧虑 我们所需要的 不是一个规则 也不是一个律法 我们要一个新的视界 一个新的视野 新的眼光 马达福音书六章 二十四至三十四节 就是一个信仰的新的眼界 假如我们能够用一个新的眼界 去看这个世界的话 事情就会改变 什么是新的眼界 看事物的方式呢 所以当我们 弄完那段经文之后 我们再想一想 再看一段经文的时候 我们会看见 你看不看见 我们看见 天上的飞鸟 和地里的百合花 其实呢 这两样的东西 一者就代表是食物 另一者就代表是衣裳 一者是代表动物世界那些 就是相对来说 不是很重要的一个成员 另一者就是 这些花是代表 植物世界一些 不是很相对的 十分重要的成员 鸟儿是小的 花朵是短命的 但是神仍然供应他们 眷幼他们 所以我们看见 神是会为养天上 这些这么小的飞鸟 耶稣基督就以这个飞鸟作为例子 是说出 创造主是会供应的 当时的听众听到是很熟悉的 因为在旧约当中 常常是讲到飞鸟 讲到是神供养飞鸟 比如诗篇147篇9节 就说 他赐食物给走兽和提轿的小乌鸟 刚才我们读过的《约伯记》38章就说 谁能为乌鸟预备食物呢 那时乌鸟知错 或者知初 知初 哀求神 求神给食物 乌鸟很多时候 是被用来讲到神的供应 因为乌鸟那把沙瓦的声音 是狠求食物的声音呢 是很叫人能够历历在目 寄在心里面的 所以经文是讲到就是说 神很直接地 很明显地 是供应食物给那些走兽 给那些年轻的乌鸟 所以 神是会喂养那些弱小的 但当我们再想深一层的时候 就是说 意思是不是说 就是 哎呀我们学校 乌鸟 雀仔他们不用工作 是吧 啊等到神的供应呢 这样 又不是这个意思 其实经文呢 看清楚 没有否定到 雀仔是要花精力和努力 去找食物的 经文只是说 他们没有制造食物 没有好像人类那样 去制造面包 所以要点就是说 雀仔是没有花这个努力 去制造食物 但是他们是得到上主的供应 只要去领受就可以了 我们找一些食物 那雀仔吃东西是怎样呢 雀仔找到食物的时候 有食物供应的时候 就立即享用 那吃饱就停的了 雀仔不会团职 不会团职过多 但另一方面 人是努力工作 要满足我们的基本需要 所以我们会认为自己提供食物 我们会集中在我们的努力 我们的努力 那渐渐我们分析了一个事实 就是说 原来我们的努力 我们所制的面包 都是神的供应 如果没有神的供应的话 怎能够有栽种 有收成 有储存 谷物 怎会这样可以制成面包呢 所以其实呢 看到这个空中的飞料的时候 给我们看见 空中的飞料是依赖 创造主 看见飞料的时候 大家都看到 我们作为人类 我们不是比飞料 少一些 依赖创造主 我们要依赖创造主 我们又看见 神为野地的百合花 穿上衣裳 这个都是说到神的娟幼 和供应 耶稣基督指出就是 他会关心这个野地的百合花 这些花很漂亮啊 比以色列历史当中的 一个榮美的君王 所以耶稣基督就说 这个百合花 比那个穿上衣服的所罗门 是更加荣美 同样 我们和白花一样 我们得到关顾 甚至 我们得到的比花儿更加多 所以我们看到 我们看见 我们和雀仔和百合花 都得到神慷慨的供应 和捐有 我们和雀仔和百合花 我们都其实是弱小 和短命的 但是神会看顾我们 当我们看见 一切的神的供应的时候 我们就不会吹嘘 就说是我的努力 是我的努力去供应自己 反而我们看到 原来一切我们的成就 都是上主的供应 所以我们要继续相信神 而不会忧虑 我们相信神的眷由 因此我们看见更加多 我们看见原来 生命是神为先 食为次 当我们愿意 当我们愿意 先求祂的国和祂的义 这些东西 包括买口食 是吧 到此给你们了 这个 就是帮助我们看见雀仔 看见花朵 我们看见 神对我们的心意 神给我们一个新的重要的命令 你们要先求祂的过 和祂的义 如果这样的话 在今五的结束部分 我们要去思考和领受三点 这三点 都是跟神的国和意 是相关的 第一点 假如我们要 听个命令 先求神的国和意 我们要再次要记得 互相提醒和看见 我们是创造物的一部分 唯有我们看见 我们在这个创造世界当中的位置 我们只会能够去尋求神的国和意 所以我们要记得 我们和其他的创造物都是一样 都是神的创造物 你是创造物 你不是神 你是创造物 所以我们是创造一部分 我们得到的礼物 得到的资源 就是说神叫我们什么 要小心去善用这些礼物 事实上 你们是依赖大地的 事实上 你是依赖这位的神的 我们要记得 我们是依赖神 我们是依赖大地 我们是彼此依赖的 如果当我们这样记得的时候 我们就不会迷信 现代的工程 那些project 意思就是说 我们很厉害的 我们具有神的力量 我们圣个大自然 人定圣天 因此我们滥用大自然的资源 我们高唱人类是进步 甚至说我们可以制造一个乌托邦 这些等等都是忘记了我们是创造物 记得啊 记得一点就会好些的了 是吧 大家都说创造物 第二点 假如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 除了知道神的丰富慷慨 现在我们又要看到自己的限制 创造物的限制 我们知道我们的限制 当我们知道我们的限制的时候 我们又限制自己 不要沉溺在过度 过多 我们很多东西都过多 手机都过多 任何东西都过多 有多少就粒多少 就不要沉迷于那些粒 这些粒啊 是会伤害轮舍 伤害地球 唯有我们不再沉溺在这些粒 过多的当中 我们就是去寻求神的国和神的义 实际上你和我所得的是多过足够的 我们是真是可以 决定去拿走大自然的资源 巨为己有 直至地球的耗尽 我们也可以跟其他的物种去竞争 叫它们消灭 我们也可以继续把这个大自然的世界 成为人工的世界 灭绝森林 我们也可以倒转这个大自然的秩序 但是偏偏 当我们想倒转这个大自然的秩序 这个大自然的秩序又回来对付我们 我们可以这样选的 但当我们知道我们的限制 我们限制自己 我们不会这样选的时候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定位 我们是神的造物 我们不是神明 如果当我们知道的话 限制自己的话 不会过度的话 不会过多的话 这个就是神的国 和神的义 的追求 第三 假如要先求神的国 和神的义 而耶稣基督就叫我们 不需要忧虑 你们侍奉 那时候不需要忧虑 善用神给你们的时间 给你们的精力 给你们的财富 所以唯有当我们是不去忧虑地侍奉神的时候 我们又不侍奉马门的时候 我们是尋见神的国 和神的义 或者用另一个句话来说 就是说 唯有当我们全心全意的侍奉神 决定不侍奉马门 我们就不会忧虑的了 你做了这样决定你就不会忧虑的了 你就是尋见神的国 和神的义 这个建议就叫我们 是要区分我们足够的需要 和是过多 当然 这个是关乎大家的灵性的追求 減薄的生活 但这个也是包括我们一同 一起分享 在群体当中 在教会当中 分享神给我们的礼物 以香港为例 其实你说基督徒是不是很穷呢 我说 有些教会的弟兄姐妹们是很贵的 但是不少的基督徒不是真的那么贵乏的 他们会有投资 他们有物业 不是一个物业 是两个 两个 三个 是不是 望一下你的眼神 不知道有几个 大家有物业 所以不是每个都这么贵乏的 所以生命那种熟灵程度的量度 如何量度呢 一个量度的器皿就是 看看你的财富的优先次序 如果打开你的开支 银行的开支表 那个bank statement的时候 就知道的东西是多于你的样子 所表达的那种敬虔的程度 打开那个bank statement就看到了 事实上我们是面对这个世界的物质主义 物质主义是和我们抢 和神去抢 抢我们对神的忠证 而着实马门是有吸引力的 因为马门是可以 帮助自己不但有安全感 马门并且是能够确定我们的身份和价值 所以当我们是能够追求马门多些的时候 我就可以证明我比你更加高一层 但是耶稣基督就是说 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 不是护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 你们不能又侍奉神 又侍奉马门 耶稣基督说 只能够选一个 你们要作出选择 假如大家都是不会选择马门的家所 我们就要选择一种 是整传的生命的管家的意识 意思就是说我们看圣经 圣经是叫我们慷慨的奉献的 甚至奉献到一种犧牲的经历 这个对中产人士的弟兄姊妹们说 十一奉献是最低的一个表达 一个逐渐加征的十一奉献的观念 或者是多过十一奉献的观念 大家可以在保罗的 《孤林多前书》十六章 和《孤林多后书》第八章是看到的 换言之你赚得越多 你奉献的百分率是可以提高的 甚至应该提高的 但是除了这个是金钱奉献之外 其实我们的管家即是 不是单单是金钱的奉献 我们也是要继续关心周围的鱼舍 他们的身体和灵魂的需要 我们要和他们分享我们的礼物 除了教会的奉献 除了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 无论是金钱、精力、心神的付出之外 应该会剩下一点的 是不是? 剩下一点的时候 都要考虑如何做管家即是 譬如我们是 如何用这些管家即是 如何去实践 这个会影响到我们和神的关系 譬如你可以选择什么呢? 你有剩下的钱 你可以选择的 你可以选择一个小一点的家 你选择不买名牌 贵货 你选择不为食 你选择是适用的衣服 你甚至会折散用水 循环再用 如果你是这样做的话 虽然神给你很多钱 你会这样做的话 经过一段时间 你的生命有改变 你是一个很真实的人 有美好的见证 或者 可以大家这样去操练的 做一个管家即是 在你家的厨房的日历那里 或者电脑的显示屏 或者是你支票簿 或者你那些银行的东西 你写上几个字 不要忧虑 这个意思不是说 你写完之后 恶事就不会发生 不是 恶事仍然会发生 但是你的意思就是 你行上的忧虑 是不会叫那些恶事 不会发生的 反而是会叫你失去了 辨识神的帮助的能力 看不见神四围的眷幼 但相反 一个人 他能够是常常 是知道所有的东西 是神给的礼物 知道神的供应 并且是常常晓得 去多谢神的供应 和眷幼的话 他会继续看到神的供应 和眷幼 看到神的救赎 纵然在困难的时间 纵然在香港 现在这么困难的时间 他仍然清楚看到 神的供应 和眷幼 神的救赎 所以耶稣基督 叫大家不要忧虑 教导我们 要先求神的国 和神的义 意思就是什么呢 爱你的敌人 走多一里路 和贫穷的人 分享礼物 并且在人的身上 要求人在你身上 所做的事情 接着你发觉 你要经历到很应许 就是说 你所需要的东西 会加给你们 所以圣经说 你们要先求 他的国和他的义 这些东西 都要加给你们义 无用之意 耶稣基督 劝告我们 不要忧虑 是为了更大的义 所以马太福音 六章十九至三十四节 是讲到义 义的表达 是我们在管家即是 当中的一种实践 假如我们的管家即是 神给我们多礼物 我们管家即是的态度 仍然是表达出我们的忧虑 这个多多少少 或者显明我们仍然是 喜欢侍奉马门 多过侍奉神 换言之 就是说 不拜马门的人 拣责不拜马门的人 他应该不会忧虑吧 总而知 唯有当我们全心全意的事奉神 不是马门 我们就不会忧虑 我们寻求神的过和义 最后让我用一个是 鸟儿和百合花的比喻做结束 这个的结束 这个的比喻是齐克 这位哲乐家所写的 他很喜欢这个比喻 这个比喻是这样的 曾几何时一朵百合花 生活在溪水的旁边 很开心地和沉麻 这些草一起结伴 其他的野花都在旁边生长 这个百合花比所罗门的荣耀更美丽 再者就是百合花很自由很快乐 整天都是很快乐的 有日有一只雀仔来探百合花 接着雀仔每日都来探百合花 这个雀仔说话是很轻快 是很松散的 有时说话好像有时是真 有很石架 总之也挺有趣的 他提及了一样的东西 他说在远柱 有很多百合花 那里真的很漂亮 那里花很漂亮 那里周围都是植物很快乐 雀仔唱歌也好听 周围环境很漂亮 色彩疤难 而里面有一只皇冠百合花 哇 漂亮得没得顶 所以周围的百合花都是很漂亮 觉得漂亮得漂亮得 叫他们都妒忌 通常当雀仔讲完这个故事之后 一走的时候他就会说 那百合花你呀 你真是很渺小的 你跟那边的百合花比 差得太远了 所以百合花就开始忧虑 当他听到这个雀仔这样讲的时候 越听得多就越更加忧虑 所以本来睡得好 晚上再睡得不好 清早起来的时候 起床就是不快乐 所以觉得自己是很艰难 是很困难 所以就自己说 为什么我不去到那个别的地方那里呢 那个地方这么好我不去 为什么我不可以成为皇冠花 最后他觉得 他真的要试一试 要除去这些忧虑 他有新的野心 他有新的计划 所以他要求百合花帮他 要求穿仔帮他手 就是说我要移植到这个更加美好的地方 他希望他去到这个地方变得很美 甚至自己都可以成为皇冠花 能够周围的花会妒忌他 所以穿仔就答应 就动工 就帮他剁走花旁边的泥土 把百合花释放起来 释放了百合花 担着百合花 就飞去这个美丽的地方 在这个时间 百合花很开心 因为感觉到自己的生命是自由和释放的 他不需要固定在这个地方那里 他不需要和那些沉麻一起被他纏绕着 他好像在飞鸟当中那么自由自在 但是当他去到这个美丽的地方的时候 提醒到他 我們 供應我們 為我們都一同地去宣稱 我們全心侍奉神 不侍奉阿門 因此我們不會憂慮的 已經決定了 有什麼好憂呢 我們一起去 先求神的國和祂的義 阿門